今天11月1号有七大新制上路 不少新制都跟您的荷包有关 包括财政部开征地价税 地方税线上补缴 民众没有在11月30号前缴纳 必须要加征制纳金 最高加征15% 而在医疗方面 幼儿专责医师制全面上路 三岁以下的宝宝从出生开始 就可以搭配一名专责医师 另外也开放50到64岁 无高风险慢性病者 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躺在检查床能升高 从异出生开始 新生儿黄胆该打什么疫苗 适地检查 再到发展迟缓的发现追踪 小朋友在成长阶段 有各式各样的疑难杂症 需要家长留心 幼儿专责医师制度一号 正式上路 现在有医疗院所帮忙提醒追踪 会来评估这个宝宝的身体的发育 行为的发展 他发现这个宝宝有发展迟缓 或是有受虐的情况 他也必须来协助转介 医生也必须去进行家访 这个政策的配套错识是 咨询一年的费用 给你五百块 很多人也不说啊 打出零到三岁的孩子 让医师帮你过 但小儿科医师本来就缺乏 就怕己父缺乏诱因 愿意投入的医生不多 还勇敢一次 而第二阶段公费流感疫苗 也是从十一月一号开打 已经有不少民众赶忙 预约接种 除了医疗层面 一号财政部也要开征地价税 民众又是没有在十一月三十号前缴纳 于期两日就必须加征 质纳金最高加征15% 另外地方税也会开放 线上补缴 一旦错过时间未缴 一样要加济至纳金 十一月民生心智上路留意时间 才不会让荷包锁水 记者为天成建国 蔡崇武台北嘉义综合报道